青光眼案例 青光眼案例 目前我 比較 嚴重的症狀就是青光眼 那青光眼已經困擾我 十一二年了 那就是 開刀 雷射 那該做的手術 都也做過無數次 西醫是說那個青光眼 就是眼壓過高造成 所以他們就 我的眼睛眼壓沒辦法降低 就是眼壓水排不出來 所以他們在我的兩眼 都放了那個管子 要讓眼壓水排出來 改善的情況就是一陣子而已 不能完全改善 然後就是 還是沒有很大的作用 就是平常還是要靠著那個 點眼藥水 像以前的話 一天要點四種眼藥水 那現在的話 一天要點三種眼藥水 於2016年4月25日 首次到服務站 志工按推其頭部、下背、 間追及臀部原始點 均有痛點 所以教導其太太 每天回家按推 志工們建議我 服用江湯爬樓梯運動 改變飲食習慣 來調整自己的身體 增強體力 從這段期間以來 我停止了眼藥水的點用 可是我的眼視力狀況 甚至比在點眼藥水的時候還要好 那體力狀況也增加很多 白天都不需要睡覺了 我相信 持續原始點的方法 可以改變眼睛的疾病 謝謝 前後比對 清光眼處理前 清光眼處理後